看着林默的背影 唐硕不由问道 小姐 你觉得林默能通过考核吗 按理 以他兼考员的身份 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可此时 他心中真的是非常好奇 他很想知道 只有一只四阶高级 和两只不到三阶的宠兽 林默是怎么敢来参加考核的 他到底哪来的底气和勇气 我觉得他能 济长山没有任何犹豫地说道 能 旁边的欧阳慧忍不住接口道 你对他这么信任 难道林默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底牌 唐硕文言也不由看向了几长山 欧阳慧问的 正好就是他想知道的 几长山摇了摇头 关于这场考核 我知道的信息并不比您二位多 我之所以觉得林默能通过考核 是基于我对他性格的了解 林默这个小家伙 别看年纪不大 可做事却极为成熟稳重 绝不打没把握的仗 所以 他既然敢来参加考核 那就说明 他对通过考核 应该是有着至少八成把握的 八成 唐硕和欧阳慧齐齐露出了意外之色 八成把握 已经很高了 正常那些参加大师级预售师考核的人 都未必敢说自己有这么高的把握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唐硕说着 目光看向工作人员 是一考核开始 那个拿着文件夹的工作人员 立即打开文件夹 恭敬地递到了唐硕面前 考核人员已经就位 请总会长选择出战的凶兽 正常来说 这一步是由协会通过电脑计算来决定的 但今天唐硕在这里 而且唐硕还是监口 所以为了表示公平 便交由了唐硕决定 唐硕接过文件夹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表格 表格里详细地列出了 协会当前可出战的所有五阶高级凶兽 唐硕快速把表格看了一遍 心中大致有了决定之后 转向了旁边的欧阳慧 你觉得选哪个合适 欧阳慧也没客气 结果表格看了一遍 然后直接指着一个位置说道 这只雷雨雕最合适 唐硕不由笑道 英雄所见略同 这只雷雨雕 也正是他想选的凶兽 正常情况下 御兽师协会为考核者选择对手 都会选择那些比较克制考核者的凶兽 林默出战的三只宠兽中 有两只都是飞行类宠兽 这就意味着 他们必须选择一只飞行类凶兽 否则 就算他们选一只九阶凶兽 林默也绝对能通过考核 因为地面凶兽再强 打不到也是白打 而且那样的话 就相当于他们帮林默作弊了 他们两个今天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保证 这次考核的公平和有效 所以自然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而在表格上 众多的飞行类凶兽之中 雷雨雕无论是攻击力 还是飞行速度 都能排在前列 绝对是这次考核的最佳选择 就这只雷雨雕 唐硕把文件夹还给了工作人员 是 工作人员收起文件夹 转身看向了场地中央的林默 朗声问道 请问考核者 是否已经做好了考核准备 准备好了 林默点了点头 此时 他已经把小白 昆蓬和朱雀都召唤了出来 三只宠兽站在他身旁 巨大的体型让他看上去 显得格外渺小 那我宣布 考核开始 随着工作人员的声音落下 场地边缘处 立即传来了铁栅栏 被打开的歌之声 随即 一只体长达到三十米 高度超过八米 青灰色 浑身缭绕着紫色电光的巨雕 缓缓走入了场中 死了 死了 他浑身上下缭绕的电光 不断发出阵阵声响 在空气中炸出点点电光 看上去极为绚丽 也极为的射人 林默看着雷雨雕 神情不由微微一宁 他今天参加考核的主力是小白 可面对飞行类的凶兽 小白的实力 很难完全发挥 这种情况下 他想通过这次考核 恐怕真的没那么容易了 不过此时 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了 考核已经开始 他能做的 就只有放手一搏 当即意念一动 救 救 昆鹏和朱雀 齐齐发出嘶鸣 而后翅膀一扇 一左一右冲上了天空 而小白 则是站在林默身旁 静静地等待着时机 滋滋 看到昆鹏和朱雀飞了起来 雷雨雕翅膀煽动 发出阵阵雷电嗡鸣之声 也快速冲上了天空 而后 他猛的一个加速 静止朝着朱雀冲了过去 他也知道 昆鹏速度快 并不好对付 所以先把朱雀 当成了攻击目标 哗 朱雀嘴巴一张 一个直径 足有五米的赤红色火球 凭空浮现 静止朝着雷雨雕 飞射了过去 劈啪 雷雨雕翅膀上的电光 飞速凝聚 眨眼间便形成了一颗 直径足有七八米的 雷电光球 然后朝着那颗火球 迎了上去 毫不犹豫地下了命令 除非他脑子嗅痘了 否则不可能让 二阶低级的朱雀 和五阶高级的雷雨雕 正面硬刚 刷 朱雀翅膀一扇 按照林默的指引 直接以近乎垂直的角度 朝着地面俯冲了下去 几乎是与此同时 哄 火球和雷电光球相遇 发出了一声震天的轰鸣 两者齐齐炸开 化作了漫天的火花和电光 让整个天空 都变成了红紫胶织的颜色 看上去格外的绚烂 而就在这时 是 仿佛刀刃切割皮革般的声响 突然传了出来 一道超过五米长的巨大锋刃 在那漫天火焰和电光的掩护下 从侧面闪电般的飞射而至 落在了雷雨雕左侧翅膀 和身体连接的地方 揪 突然的袭击 让雷雨雕发出一声金户般的嘶鸣 浑身电光炸起 飞快地涌向了左侧翅膀被攻击的地方 然后下一秒 哄 电光和锋刃碰撞 再次发出了一声剧烈的暴鸣 锋刃瞬间炸开 化作了肆意的气流 而雷雨雕巨大的身体 则在爆炸反作用力的推动下 往右飘飞了七八米的距离 几根巨大的羽毛 从翅膀处脱落 缓缓朝着地面飘了下去 可惜了 看着飘落的羽毛 唐硕有些惋惜的轻声说道 如果不是昆鹏的成长等级太低 刚刚这一道攻击 就已经能让雷雨雕 失去大半战斗力了 确实可惜 不过通过这次攻击倒是能看出来 林默的战斗经验很丰富 欧阳慧接口说道 唐硕认同地点了点头 雷雨雕飞行速度很快 刚刚那道锋刃想要击中 无论是出手的时机 还是攻击的角度都非常重要 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很难如此精准地把握 只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战斗经验改变不了局面 唐硕再次摇了摇头 刚刚那道锋刃 实打实地击中了雷雨雕 可却并没能让雷雨雕破防 飞行类宠兽 八亿金鹏王的成长等级 比烈焰玄鸟还高一级 他都破不了防 那烈焰玄鸟恐怕也不行 至于地上的紫金玄灵虎 应该能让雷雨雕破防 可空中的战斗他 根本没有参战的机会 能破防的打不到 能打到的破不了防 这种情况下 林默要怎么赢 就看林默能不能让雷雨雕落地了 欧阳慧说道 如果林默能让雷雨雕落地 那么这场战斗 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胜算的 否则 以双方目前展示出来的实力差距 林默和他的宠兽 恐怕很难坚持半小时不败 唐硕两人低声说话的同时 场地中央 战斗并未停止 揪 看到自己的羽毛飘落 雷雨雕发出了一声愤怒的思鸣 而后猛地一个转身 朝着袭击他的昆鹏冲了过去 他的速度极快 前冲的同时 浑身电流涌动 竟是在半空中 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电流印记 昆鹏 撤 林默见此 连忙给昆鹏也下了撤退的命令 刷 昆鹏翅膀一扇 和之前的朱雀一样 以几乎垂直的姿态 朝着地面俯冲了下去 揪 雷雨雕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硕大的身体急速变向 继续朝着昆鹏追了过去 只是昆鹏 本就以速度酌撑 再加上他们刚刚战斗的位置 离地也就不到百米 还没等他追上 昆鹏就已经快要落地了 而就在这一瞬间 刷 地面之上 一片覆盖方圆30米范围的巨大水雾 凭空浮现 将昆鹏 朱雀 还有林默和小白 全部覆盖了进去 揪 雷雨雕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 正俯冲向下的身体 猛地一个快速拉伸 以近乎幽形的姿态 再次冲上了天空 他不知道 地面上的水雾是什么 但他的战斗本能告诉他 那片水雾很危险 绝对不能进去 好精明的家伙 水雾之中 林默看着冲上天空的雷雨雕 不由有些无奈 他的计划 是让昆鹏和朱雀 把雷雨雕引进水雾 然后让小白来攻击 刚刚雷雨雕如果敢冲进水雾 那他就有把握 快速将其击败 甚至是击杀 可现在 他只能想办法再找机会了 意念一动 刷 刷 两道破风声同时响起 昆鹏和朱雀 齐齐冲出水雾 再次一左一右地 朝着天空中的雷雨雕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雷雨雕刚刚冲上天空 就察觉到 那两个攻击他的家伙 主动朝他飞了过来 凶兽之间 等级森严 这样的举动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一种赤果果的挑衅 揪 发出一声愤怒的嘶鸣 他的一双翅膀上 快速亮起了浓郁的紫色电光 然后他翅膀猛地一闪 劈啪 电光闪烁中 雷雨雕就仿佛安装了 电影里的氮气加速器一样 整个身体化作一抹紫色流光 闪电般地冲向了昆蓬 这是雷雨雕的天赋技能 雷电之意 安全驱离 唐朔和欧阳慧的神情 齐齐一鸣 雷电之意 能让雷雨雕的速度 在短时间内 得到极大的增幅 在技能生效的时候 其速度之快 就算是以速度 着称的八亿金棚 王也得靠边站 接下来 就看林末的两只飞行类宠兽 能不能躲得开这一轮攻击了 挡得住 那还有得打 挡不住的话 那林末的考核 估计就要到此结束了 旁边的几长山 此时也是神情名重 虽然他对林末很有信心 可从场中现在的形势来看 情况对林末确实很不利 林末 你可一定要通过呀 几长山拳头紧握 眼中不由露出了一抹紧张之色 这次唐朔来到清源 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说是华金那边 也有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 快要突破到大市级了 唐朔这次 之所以会亲自赶来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对林末的好奇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亲眼见证 华夏最年轻的大师 及御寿师诞生 可林末如果考核失败 按照御寿师协会的规定 他至少要半年后 才能再次参加考核 到那时候 破纪录什么的 就跟林末完全无关了 好快 雷霆之意发动的一瞬间 林末脸色猛的一变 他甚至还来不及给昆鹏下指令 雷雨雕就已经到了昆鹏的身前 不过 昆鹏的战斗本能 让他及时做出了反应 呼 一道蜂墙突然间凭空浮现 挡在了昆鹏的身前 昆鹏的 蜂墙 超级 熟练度已经到达了精通级 正常情况下释放 蜂墙的宽度能达到15米 高度能超过10米 厚度能达到3米 是一个非常强力的防守技能 可此时 昆鹏释放出来的蜂墙 就只有5米宽 3米高 1米后 可见他释放技能的时候 匆忙到了什么程度 而几乎就在蜂墙出现的一瞬间 啪 可能是因为速度太快 来不及释放技能的缘故 雷雨雕硕大的身体 直接撞在了蜂墙上 巨大的体型 加上闪电般的速度 带来的恐怖冲击力 让防御力极强的蜂墙 瞬间粉碎破裂 而撞破蜂墙的雷雨雕 却势头不减 紧跟着又以雷霆之势 撞在了昆鹏的身上 砰 昆鹏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然后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身体摇摇晃晃地 朝着地面落了下去 水雾中的雷墨 脸色在这一瞬间 变得格外难看 因为蜂墙的缓冲 再加上身在空中 被撞飞出去 也能泄力 所以 昆鹏被撞的这一下 倒是不致命 可那巨大的撞击力 却让昆鹏五脏震荡 受了不轻的内伤 甚至骨骼都差点被撞断 现在昆鹏每山动一下翅膀 浑身上下都会钻心地疼 已经无力再战了 这个情况对他来说 非常糟糕 雷墨要说了 安全屈中 欧阳慧叹息着轻声说道 旁边的唐朔 也是满脸惋惜之色 本来 林墨的两只飞行类 重受一左一右 还能互相掩护 牵制雷雨雕 从而达到将雷雨雕 引入水雾的目的 可现在 八亿金鹏王 失去战斗力 烈焰玄鸟独目难知 恐怕很快 也会受伤落败 到时候 林墨带着一只四阶的 紫金玄灵虎 面对雷雨雕 就只有挨打的份 落败是分分钟的事 想到这里 唐朔不由看向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 考核开始多久了 工作人员看了下 手中的计时器 说道 两分四十六秒 唐朔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只是眼中的惋惜之色 却是越发的浓郁 如果现在考核时间过半 那林墨也许还能用 拖时间的方法 来通过考核 可现在考核 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林墨就算想要拖时间 估计也办不到 旁边的几长衫 此时同样是满脸的惋惜 虽然他一直都对林墨 很有信心 可信心不是盲目的信任 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他也觉得 林墨能通过考核的机会 已经不大了 虽然他知道 林墨还有其他的宠兽 没有动用 可是那些宠兽林墨 并没有填在表格上 这就意味着 林墨就算有再多宠兽 此时能动用的 也就只有小白和猪鹊 而就凭这两只宠兽 想要再坚持二十七分钟 这不是不可能 是根本不可能 揪 看着昆蓬朝地面落下 雷雨雕发出了一声 得意的嘶鸣 然后翅膀煽动 继续朝着昆蓬追了过去 他打算乘胜追击 将昆蓬彻底击杀 但就在他动身的同时 呼啦 一个燃烧着熊熊火焰的 巨大火球 从侧面朝他飞了过来 揪 雷雨雕发出一声嘶鸣 连忙改变方向 躲开了火球 他可以硬抗昆蓬的锋刃 但火球却不敢轻易尝试 因为火焰的高温 就算不能给他带来大的伤害 也能让他感受到 强烈的痛苦 而经过这么一耽误 昆蓬已经摇摇晃晃地 落入了下方的水雾之中 除非他也进入水雾 否则他想追杀昆蓬 已经不可能了 揪 雷雨雕顿时发出一声愤怒的嘶鸣 一双锐利的眼睛 满含杀意地看向了朱雀 朱雀 撤 水雾之中 林墨立即下了命令 这一次 他吸取了刚刚的教训 没等雷雨雕发动 雷电之意就下了命令 否则 等雷电之意发动 朱雀想撤都撤不了了 刷 朱雀严格地执行了林墨的命令 立即朝着水雾之中 俯冲了下去 雷雨雕见此 立即扇动翅膀 就要追赶 可却慢了一步 他才刚准备动身 朱雀就已经冲进了水雾之中 揪 看着下方那一大片迷蒙的雾气 雷雨雕发出一声愤怒的嘶鸣 扇动翅膀在半空中盘旋着 好几次 他都俯冲向下 想要进入水雾 但又在快接近的时候 拉升了高度 这一幕让安全区中的唐朔和欧阳慧两人很是意外 他们原以为八亿金鹏王受伤之后 林墨很快就会落败 可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会长 你觉得林墨能利用水雾拖过半个小时吗 欧阳慧问道 如果林墨能拖过半个小时的话 那也算是通过了考核 因为考核的要求是抵御 也就是能坚持半个小时不败就算通过 至于用什么办法通过的 并没有很严格的规定 难 唐朔摇了摇头 说道 这水雾的范围极大 释放这个技能对宠兽能量的消耗应该不小 短时间内 林墨还能靠水雾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半个小时 四街高级的紫金玄灵虎不可能做得到 希望这个小家伙 能多坚持一会吧 欧阳慧轻声说道 就算林墨无法通过考核 能多坚持一会也是好的 水雾之中 林墨抬头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雷雨雕 眉头轻轻地皱着 唐朔说的能量问题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所以他现在考虑的是 要怎么才能让这只雷雨雕进入水雾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取胜的办法了 而且必须要尽快 否则继续拖下去的话 小白能量消耗太大 就算让雷雨雕进入水雾 他也很难对其造成大的伤害 还是实力不够强啊 林墨不由轻声地自语道 按照他原本的设想 小白达到四街高级之后 他通过大师级的考核 应该是很轻松的事 可没想到唐朔和欧阳会选的一只雷雨雕 就给他带来了如此大的麻烦 这也让他意识到 他现在的宠兽 实力发展还是不够均衡 尤其是他最依赖的小白和玄武 都是地面宠兽 一旦这两只宠兽的实力无法发挥 那他就成了没有爪牙的老虎 实力会大打折扣 所以接下来 得尽快提升一只飞行为宠兽的实力才行 林墨念头转动着 不过随即 他就连忙把这些念头都甩开了 他目前的当务之急 还是考核 要怎么才能把雷雨雕 引到水雾之中呢 林墨思绪快速地转动着 然后很快 他想到了一个有些冒险的办法 这个办法能成功的话 那他应该就能通过考核 可如果失败 那就意味着 他的考核也就到此结束了 因为这个办法 他只能用一次 而且这个办法 只能给他带来一次机会 既然如此 那就拼了 林墨没有太多的犹豫 此时此刻 他也没时间犹豫了 然后他直接迈步 朝着水雾之外走了过去 他这是想干什么 不要命了 安全区中 看到林墨竟然走出水雾 唐朔和欧阳慧的脸色 齐齐一变 实战考核中 凶兽是会攻击御兽师本人的 虽然御兽师协会 对于参加考核的人员 有一些保护措施 但实战考核 毕竟是和凶兽战斗 其中有很多危险 都是不可控的 尤其是在较高等级的考核之中 因为凶兽的等级高 危险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所以林墨此时的举动 在他们看来 简直就是 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他这应该是想要以自己为诱饵 引雷雨雕进入水雾 旁边的几长山说道 他对林墨了解最多 所以大概能猜到林墨的想法 唐朔和欧阳慧微微一正 然后都是有些惊讶地 看向了场中的林墨 以自身为耳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雷雨雕使用雷电之翼之后的速度 刚刚他们都见识过了 如果他用那样的速度攻击林墨 林墨恐怕很难躲得开 这种情况下 林墨以自身为耳 相当于是把脑袋 别在了枯腰带上 他们是真没想到 林墨竟然敢这么做 小姐 唐朔看向几长山 吩咐协会的人打起精神 万一林墨遇到危险 务必第一时间救援 按照协会的规定 除非考核者主动求助 否则在考核结束之前 他们是绝对不能干涉考核的 而主动求助 也就意味着考核失败 所以 他们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增强保护的力度了 是 几长山点了点头 连忙给负责救援和保护的人 都打好了招呼 可就算如此 他的心中 也还是为林墨捏了一把汗 雷雨雕发动雷电之以后的速度太快了 就算他们 已经做好了随时救援的准备 也很有可能来不及救援 所以 此时的林墨 是真的有生命危险 场地中央 林墨缓缓缓走出水雾的同时 揪 盘旋了 许久的雷雨雕 没有任何犹豫 发出一声锐利的嘶鸣后 硕大的身体 带着呼啸的进风 直接朝着林墨俯冲了下去 他也知道 只要解决了这个人类 这场战斗就能结束了 嘶嘶 眼看着那个人类越来越近 雷雨雕身上的电光 开始不断地闪烁 涌动 往他的身前聚集 就在他距离地面 还有十多米的时候 劈啪 涌动的电流 在一瞬间凝聚成了一个直径三米的雷电球 以仿佛流星坠地般的速度 朝着林墨砸了过去 哄 雷电球几乎是飞出去的一瞬间 就已经落地炸开 化作了遍地飞窜的电蛇 朝着四面八方溢散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安全区中的唐硕三人 琪琪心中一紧 目光下意识开始搜寻林墨的身影 直到在光球落地处二十多米外 看到林墨 三人 这才琪琪松松了口气 此时的林墨正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就好像他原本就站在那里一样 这让欧阳慧的脸上 不由露出一丝震惊之色 这小家伙好快的速度 他刚刚根本没注意到 林墨是怎么闪到二十米以外的 虽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由于他的注意力都在那颗雷电球上 可就算如此 也足以证明林墨的速度了 刚刚那颗雷电球几乎是转瞬极致 林墨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出现在二十米之外 速度至少也达到一秒百米以上 唐硕同样是满脸震惊地说道 他其实也没注意到 林墨是怎么闪开的 但通过雷电光球的速度 推断出林墨的速度 对他们这个级别的预售师来说并不难 能在这个年纪 就有这样的速度 这小家伙真的是很厉害 欧阳慧有些感慨地说道 一秒百米 这是大师及预售师的标准 林墨还没通过大师级考核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速度 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确实很厉害 但是仅凭速度可通不过考核 唐硕看着场中的林墨 有些惋惜地说道 林墨能在这个年纪 拥有这样的速度 确实很了不起 可是这速度比起雷电之翼 还是慢了很多 刚刚的攻击 雷雨雕并未使用雷电之翼 所以 林墨想要通过考核 仍旧是几率渺茫 雷雨雕在光球打出去的一瞬间 便悬停在了半空中 在他看来 一颗雷电球 已经足以解决眼前的这个人类了 这也是雷电球 直径只有三米的原因 他使用技能也是要消耗能量的 所以 威力够用就行 不过下一秒 他就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嘶鸣 因为他看到 那个人类竟然安然无恙地 出现在了另一个位置 死了 浑身电流涌动 雷雨雕翅膀一扇 一个比刚才大了足足一倍 直径六米多的雷电光球 再次朝着林墨砸了过去 巨大的雷电光球 在虚空之中 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电光痕迹 就仿佛是一颗 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一样 看上去格外的骇人 只是林墨的神情 却是极为平静 在光球下落的一瞬间 他便身影一闪 继续朝着侧面冲了出去 哄 光球又是在刚一飞去的瞬间 就落地爆炸了 四处乱窜的电蛇 将方圆二十多米范围内的地面全部覆盖 留下了一道道清晰的胶痕 这要是人类的身体 被乱窜的电蛇击中 恐怕会当场麻痹凸显 只是此时的林墨 已经到了三十米之外 他就那么定定地站着 目光平静地看着雷雨雕 揪 雷雨雕看到这一幕 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嘶鸣 对付一个弱小的人类 却连续两次攻击都落空 这让他本就不多的耐心 已经彻底耗尽了 死了 死了 电流声不断响起 随着点点电光闪烁 他的翅膀上 开始缓缓亮起了紫色的光芒 这是使用雷电之一的前兆 安全区中 欧阳慧神情微微一宁 唐硕没说话 但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神情中也多了一丝凝重 林墨能不能通过这次考核 恐怕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而一旁的几长衫 已经调动浑身肌肉 做好了随时冲出去救人的准备 可以预见的是 雷雨雕即将发动的攻击 必然会是雷霆一击 如果林墨挡不住 那几乎是必死无疑 所以 他就是林墨能否活下来的 最后一道屏障 只是他此时的心情 却是有些凝重 因为雷雨雕使用雷电之一后 速度太快了 就算是他亲自出手 也不敢保证 一定能救下林墨 林墨自然也能看出来 雷雨雕此时的反应 是使用雷电之一的前兆 这让他的神情微微一宁 立即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御风 但是紧跟着 他眼中便生腾起了强烈的战意 雷电之一 对他来说 确实是巨大的威胁 但同时 也是他反击的机会 就看他在接下来的交锋中 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 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 他一只脚掌稍微后撤 前脚掌用力登地 做好了随时闪避的准备 然后目光毫不畏惧地 直视着悬停在半空的雷雨雕 那样子就好像在说 你有本事就来啊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 噼啪 天空中刺耳的电流声的炸响 这一瞬间 在临摹的眼中 雷雨雕已经不是雷雨雕了 而是一抹紫色的闪电 那闪电 仿佛能无视时间和距离一样 几乎是出现的一瞬间 就已经到了他的眼前 耀眼的电光 让他眼前除了一片紫色的光芒之外 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但他此时也不需要看到 因为在那一抹紫色闪电 出现的一瞬间 他脑中就只有一个念头 躲 躲得越快越好 越远越好 啪 脚下发出一声炸响 场地中央的地面 被临摹脚掌登地的力量 炸出了一个 直径足有三十多厘米的小坑 而他的身体 则在巨大反作用力 以及预风的作用下 以超过两百米每秒的速度 朝着一侧移动了过去 几乎是同一时间 碰 一声剧烈的爆鸣 化作了紫色电光的雷雨雕 狠狠砸在了 临摹刚才所在的位置 就仿佛一颗炸弹落在了地上 恐怖的冲击力 将地面炸出了一个直径十米多 深度足有半米的大坑 泥土四处飞溅 刚刚离开原位 身体还在移动中的淋漠 被那飞溅的泥土 打得浑身剧痛 不过此时的他 却完全顾不上那些 心中直接一声爆喝 小白 就是现在 刷 几乎是他念头落下的瞬间 一片覆盖了方圆三十米范围的 巨大水雾 凭空浮现 将雷雨雕 以及附近的小白等三只宠兽 全部笼罩了进去 突然出现的水雾 让雷雨雕彻底失去了视线和方向感 他发出了一声有些惊慌的丝鸣 立即扇动翅膀 想要冲上天空 只要他能冲上天空 就能脱离这片水雾 可还没等他飞起来 刷 刷 两道破风声 分别从左右两侧传了过来 死了 雷雨雕强大的战斗本能 让他意识到 他已经躲不开这道攻击了 当即浑身电流涌动 朝着两侧身体覆盖了过去 下一秒 碰 一道五米长的巨大风刃 落在了他右侧的翅膀上 而后瞬间爆裂开来 化作了肆意的气流 但雷雨雕翅膀上覆盖的电流 也在爆炸中被破开 露出了下方的翅膀 而就在这一瞬间 刷 原本在左侧的那道破风声 竟是猛的一个变相 也朝着雷雨雕右侧的翅膀 飞射而去 水雾遮蔽了视线 雷雨雕看不到攻击是什么 只能凭借着声音来做出应对 所以 此时面对着突然的变故 它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下一瞬 一道长度达到了12米的巨大水刃 直接落在了雷雨雕翅膀 和身体连接的地方 吃 刀刃切割皮革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是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 上一次 雷雨雕体外有电流护体 所以 昆蓬的风刃 除了打掉了雷雨雕的几根羽毛之外 并没能让雷雨雕破防 而这一次 雷雨雕的翅膀是没有任何防护的 再加上水刃的威力 要比风刃要大得多 所以 水刃轻易便切开了雷雨雕的羽毛 皮肤和血肉 仅仅一个瞬间 便在雷雨雕的身上 留下了一道 足有七八米长 将近半米深的巨大伤口 揪 雷雨雕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大量的鲜血 仿佛瀑布一样地 从伤口喷涌而出 顷刻间 在他刚刚砸出的大坑中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血池 林默看着这一幕 立即示意 已经准备好了第二道水刃的小白停手 如此严重的伤势 雷雨雕基本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他没必要赶尽杀绝 毕竟雷雨雕 只是御寿师协会用来考核的试卷 并不是真的敌人 于是他意念一动 是一小白撤掉了水雾 而随着水雾的散去 安全区中的唐硕三人 也终于看清了场中的情况 只是看到趴在地上的雷雨雕 以及地上的那一汪触目惊心的血池之后 三人都是瞬间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刚刚水雾出现之后 场中发生了什么 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他们的视角中 只看到雷雨雕发动雷电之翼冲向地面 地面炸开 然后水雾便出现了 紧跟着 他们就听到了雷雨雕的嘶鸣和惨叫声 再然后 水雾就散开了 水雾从出现到散开 这整个过程 绝对不会超过八秒 可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 原本压得林墨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的雷雨雕 竟然就重伤倒地了 最重要的是 从林墨主动散去水雾的举动来看 它是完全有能力杀死雷雨雕的 只是它不想那么做而已 这种前后的变化和巨大反差 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来得太快 也太突兀了 这让三人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齐齐涌起了强烈的好奇 水雾出现的那几秒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机会长 场地中央 林墨看三人呆呆地愣在那里 只能主动开口道 这只雷雨雕 如果不尽快治疗 命可能就保不住了 直到此时 那只雷雨雕的伤口 仍在哗哗流血 虽然凶兽体型巨大 生命力顽强 可按照这个速度流下去 这只雷雨雕 怕是活不过十分钟 快 快让人来治疗 几长山回过神来 连忙给旁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 然后 他看向了身旁的唐硕和欧阳慧 两位会长 是不是可以宣布 林墨考核通过了 我亲自来宣布吧 唐硕说道 听到这话 几长山先是有些意外 随即便露出了一抹欣喜之色 唐硕亲自宣布考核通过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待遇 最重要的是 以唐硕的身份和地位 他亲自宣布结果 这就是林墨 这次考核含金量的最佳证明 今后无论是谁想质疑林墨 这次考核的真实性 那就是在质疑唐硕 得先问问唐硕答不答应 那就麻烦总会长了 几长山笑着推到了一边 唐硕往前走了两步 目光看着林墨 神情郑重 唐硕 现在以华夏预售师协会 总会长的身份正式宣布 你成功通过了大师 及预售师的考核 成绩真实有效 谢谢总会长 林墨公身道谢 他自然也知道 唐硕亲自宣布结果的好处 唐硕笑了一下 郑重的神情变得和蔼 现在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刚刚水雾里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很好奇 旁边的欧阳慧 和几长山文言 也都看向了林墨 他们对这件事的好奇 一点都不比唐硕少 这个没什么不能说的 林墨直接把水雾里 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唐硕听完 却是有些诧异 在林墨的描述中 雷雨雕进入水雾之后 他就让八亿金棚王和紫金 玄灵虎发动了攻击 因为水雾的影响 雷雨雕来不及躲避 于是被重伤 对于这样的描述 他倒也不是不幸 毕竟水雾中的战斗 只持续了几秒钟 也发生了不了太多的事情 他诧异的原因是 林墨在短短时间内 便完成了战局的大逆转 这让他下意识觉得 林墨应该是用了 什么大的绝招和底牌 可没想到 水雾里发生的事情 竟然这么简单 这和他的下意识 反差太大了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并不是事情简单 只是这件事 说起来简单而已 想在雷雨雕 进入水雾的几秒钟之内 就将其重伤 林墨一定是在水雾出现之前 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八亿金棚王打出的 那道锋刃 八亿金棚王是因为 以八亿金棚王当时的状态 显然是没有任何战斗力了 可在林墨的描述中 刚刚的战斗八亿金棚王也参与了 八亿金棚王是什么时候 恢复战斗力的 又是怎么恢复战斗力的 这些林墨不知道是旺旺 还是刻意忽略 刚刚的描述里都没提到 不过 既然已经知道了水雾中的真相 唐硕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这种事情 没有刨根问底的必要 他之前就说过 每个御寿师都有自己的秘密 林墨想保守自己的秘密 他能理解 旁边的欧阳慧和几长山 此时也都是相同的反应 唯一不同的是 几长山知道 小白有水疗术 所以大概能猜到 林墨应该是在主动走出水雾之前 就已经让小白给昆鹏治疗了伤势 所以 雷雨雕进入水雾后 昆鹏才能打出那道锋刃 不过这件事林墨没提 唐硕也没问 他自然不会讨人闲地 主动说出来 准备颁发徽章吧 唐硕回过神来 看向了几长山 好 几长山点了点头 然后招呼林墨 一行人快速地回到了 御寿师协会三楼的 那个巨大房间之中 房间中央处 临时设置了一个 简单的白色颁奖台 林墨和唐硕 在台上相对而立 欧阳慧则是拿着一台 专业的拍摄仪器 在两人不远处 记录着这一刻 唐硕看着林墨 你打破了华夏 最快成为大师 及御寿师的记录 按理应该搞一个 盛大的徽章颁发仪式 将这件事宣告天下 只是小鸡告诉我 你并不希望这件事 被太多人知道 所以只能这么简单操办一下 说着 他转过身 从几长山手里 接过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枚金银剔透 看着像是水晶材质的 御寿师徽章 御寿师的等级不同 徽章的颜色和材质也不同 初级御寿师是古铜色 中级是银色 高级是金色 而这种近似水晶的材质 正是大师及御寿师的专属 看到徽章的一瞬间 林墨嘴角不由 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至今还记得 他第一次见到 大师及御寿师徽章时的场景 当时他千里迢迢去森林中 找王者资质的宠兽蛋 但却意外在森林中 碰到了情愿带领的 穆子园和洛文珠等人 那时候 穆子园等人的胸口处 就带着这种水晶材质的徽章 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 他看到那么多大师及御寿师 心中的那种震撼 现在 当初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而他自己 也已经是大师及御寿师了 恭喜你 成为了华夏历史上 最年轻的大师及御寿师 唐硕说着 动作郑重地 把徽章别在了林墨的左边胸口处 谢谢总会长 林墨道谢 唐硕轻轻抚平 林墨胸口处衣服上的褶皱 这枚徽章既代表着你的等级 也代表着荣誉和成就 希望你今后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我一定努力 林墨看了看胸口的徽章 认真说道 而直到此时他才发现 他徽章左下角的位置 刻着一个小小的数字 一 大师级的徽章他之前是见过的 而且还见过不止一次 可他之前看到的那些徽章上 并没有这样的数字 这一刻他突然就明白 唐硕为什么说 这枚徽章代表着荣誉和成就 显然 他的这枚徽章是特制的 上面的这个数字 一 就是他打破了最快成为大师 及徽章师记录的最佳证明 哼 徽章佩戴在胸口的一瞬间 林墨脑中 便响起了一声炸雷般的剧烈轰鸣 然后 他便清楚地感觉到 他的徽章空间之中 那座海岛 又一次开始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这是他徽章空间 开始升级的征兆 徽章空间第一次升级的时候 这种突然的异动 让他心惊胆战了好半天 不过现在 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林墨 对此已经毫不担心了 他的心中 对于这次升级 只有满满的期待 不知道这次升级之后 他的徽章空间 会觉醒什么新的属性 他的徽章空间 觉醒的时候 有四个属性 高速成长 资质提升 瞬间召唤 和负面状态清除 在他晋级为高级徽章师的时候 又觉醒了 消耗减半 和血脉洗礼 这些属性 每一个在他宠兽的成长过程中 都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他能在现在这个年纪 达到这个成就 预售空间的这些属性 功不可没 所以 对于这次升级后 可能出现的新属性 他真的是万分期待 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预售空间的升级一变 大概要持续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他目前能做的 就只有等待 会长 仪式结束了 现在是不是该说说奖励的事了 欧阳慧收起手中的录像设备 笑着走了过来 确实 唐说笑着点了点头 看着林墨 说吧 你想要什么奖励 我能先问问 奖励的额度是多少吗 林墨笑道 破了记录有奖励 这他早就知道 毕竟 打破高级预售师的记录 都有奖励 何况他打破了大师级的记录 额度 唐说和欧阳慧对视了一眼 额度先不限 你先说说你 最想要的奖励 我们看看能不能办到 额度不限 林墨眼睛微微一亮 如果是这样 那他想要的奖励 可就太多了 不过转念一想 他就冷静了下来 唐说虽然说是额度不限 但却在后面 加了一个能不能办到的限制 所以 虽然额度不限 但其实还是有一些隐形限制的 这意味着 他不可能一次性提一大堆 要求出来 那样的话 协会肯定就办不到了 当即 他便开始认真考虑 他到底需要什么奖励 以他目前的情况 他最缺的东西 是类似补天之这种 能够打破宠兽技能熟练度瓶颈的 天才地宝 他的宠兽 已经有好几只 都进入技能瓶颈了 如果找不到类似的宝物 那他的宠兽 就只能通过提升成长等级 来提升实力 战斗力的提升速度 会大打折扣 其次 是却能够让宠兽 加速成长的天才地宝 千年猎羊花和丹羊果的先后使用 再加上九曲铃身 让小白一跃达到了四阶高级 成长等级 在他的一众宠兽中 遥遥领先 但这也意味着 其他宠兽和小白之间 出现了实力断层 尤其是昆鹏和朱雀 这两只飞行类宠兽 作为他的主力飞行类宠兽 这两只宠兽 目前的成长等级 实在是太低了 这次的雷羽雕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他最终通过了 大师及预售师的考核 但这次的考核 他胜得并不轻松 甚至可以说是险胜 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提升昆鹏和朱雀的成长等级 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除了以上两者之外 他缺的东西 还有很多 比如伯马的净化材料 伯马的种族等级 只有四阶低级 是他所有宠兽中最低的 但是死灵系宠兽的净化材料 就和死灵系的宠兽一样 非常携手 所以 伯马的净化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大难题 只是相较于前两者 这个没那么着急而已 还有宠兽 他其实也缺 别看他现在已经有九只宠兽了 如果算上伯马的三个小弟 就是十二只宠兽 可他并没有精细宠兽 也没有兵 光 雷等属性的宠兽 这在他看来 也是他的短板 因为不同的宠兽 在不同的场合 会有不同的用处 只有把这些属性的宠兽都集齐 他才能真正的一人成团 才能真正的全能 不过和伯马的净化材料一样 宠兽相比前两者 也没那么着急 所以 他斟酌了片刻之后 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要加快宠兽成长速度 还有能帮助宠兽技能 突破的天才地宝 几长山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着急地 看向了林墨 唐朔和欧阳慧不知道林墨的情况 他可是知道的 尤其是 加速宠兽成长的天才地宝 如果他没记错 林墨拿到 丹阳果才两个多月 所以 在他看来 林墨此时提出这样的要求 真的很浪费这次奖励的机会 毕竟唐朔都已经说了不限额度 那他就应该抓住机会 要一些更珍贵 更难得的东西才对 不过此时 当着唐朔和欧阳慧的面 他也不好出言提醒 只能干着急 这两个种类的天才地宝协会 倒是都有 唐朔看着林墨 能说说你的具体要求吗 加速成长的天才地宝 成长速度最好能达到三倍以上 提升宠兽技能熟练度的天才地宝 最好是能帮宠兽 将技能熟练度突破到完美级的 林墨说道 唐朔有些惊讶地看着林墨 小家伙 你的这个要求可不低啊 加速宠兽三倍成长速度的天才地宝 价值至少五六十亿起步 能让宠兽技能突破到完美级的 同样也要几十亿起步 这两者加起来 价值至少百亿往上了 而旁边的几长山 则是瞬间意识到 之前是他格局小了 如果林墨要的是这个级别的天才地宝 那这次奖励机会不仅不浪费 而且还可以说是大到好处 因为据他所知 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 总会应该是会有一些储备的 要求确实有点高 林墨苦笑着说道 可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 那对我来说就没什么用了 听到这话 唐朔和欧阳慧不由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齐齐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因为林墨这句话 透露出来的信息量 实在是太大了 首先是成长速度三倍的天才地宝 林墨说低于这个级别对他没用 这意味着 林墨手中应该有着大量 能重复服用的 让宠兽成长速度 提升到两倍的天才地宝 因为这种加速成长类的天才地宝 大多都有时效性 而且 除了一少部分之外 很多都不能重复服用 比如千年猎羊草 效果只能持续半年 而且连续服用效果会大幅降低 所以 如果林墨不是有大量 能让成长速度达到两倍的天才地宝 他绝不会说出 没用这样的话 然后 是让宠兽技能熟练度 突破到完美的天才地宝 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 要比上一句更加劲爆 因为这意味着 林墨宠兽们的技能 很可能有一大部分 都已经达到了精通级别 林墨还不到20岁 成为预寿师 还不满两年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让宠兽技能达到精通 这是很厉害的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预寿师 宠兽技能熟练度 大多还在熟练阶段 而宠兽技能 从熟练到精通 至少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林墨宠兽的技能熟练度 已经和同龄人 拉开了一两年的差距 不过对于从华晶来的 唐朔和欧阳慧来说 这个领先并不算什么 华晶之中 在林墨这样的年龄 让宠兽技能熟练度 达到精通的 虽然不算太多 但也并不罕见 真正让他们震惊的是 林墨宠兽的大部分技能 都已经达到了精通 在这个年龄段 让一两个技能的熟练度 达到精通 这确实有不少人能做到 因为宠兽的技能熟练度 从入门到精通之间 并没有大的关卡 只要努力就能做到 如果一个预售师 一直盯着同一个技能练习 那么两年时间 将其从未入门 提升到精通 是很有可能的 可是 让大部分技能的熟练度 都达到精通 这就不是光靠努力就行的 因为努力是需要时间成本的 而这也是唐朔和欧阳慧 如此震惊的根本原因 其他人用两年时间 只能让一两个技能精通 可林墨却在两年内 让宠兽大部分技能 达到了精通 这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简直可以用天欠来形容 唐朔和欧阳慧 再次对视了一眼 两人虽然都没说话 但眼神交会之际 便已经达成了 某种默契和遗志 随即唐朔目光转向林墨 你运气不错 这两种天才地宝 协会都有储备 回头我让人送到小姐这里 到时候 你记得来取就行 谢谢总会长 谢谢欧阳慧长 林墨欣喜道谢 虽然还不知道 奖励具体是什么 但从唐朔的话来看 奖励肯定能满足他的要求 这对他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尤其是提升宠兽技能 熟练度的天才地宝 这可是困扰了他 许久的大难题 如今终于算是解决了 随后 他又和唐朔 欧阳慧聊了一会 便起身告辞了 考核虽然已经通过了 但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按照计划 他明天就要去华京了 这是他第一次去林若宇家 于情于理 怎么也得准备点上门里才行 还有就是 他的预售空间 快要升级结束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看 升级后出现了哪些变化 十多分钟后 林若在路边一家茶馆的包厢里 坐了下来 然后意念一动 看向了预售空间 此时 预售空间之中的异变 已经彻底结束 剧烈颤动的岛屿和海洋 都已经恢复了平静 不过现在的预售空间 和之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晋级高级预售师之后 他预售空间中的海岛 长宽都达到了40公里 岛屿四周的海面 也扩大到了岛屿外40公里 可现在 脑中不断涌现的信息告诉他 这座岛屿的长宽 都已经达到了160公里 一座长宽160公里的岛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 这座岛的面积 是25600平方公里 20000多平方公里 又是什么概念 地球华夏的首都 面积是16000多平方公里 地球华夏的摩都 面积是6000多平方多公里 他预售空间里的这座岛 面积比这两个大城市 加起来还要大 还有岛屿中央的那座山峰 虽然林末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这座山峰到底有多高 也不知道 这座山峰的峰顶 到底通向哪里 但明显可以看出来的是 这座山峰 比之前更加的巍峨和雄伟了 或者说的直白一点 他虽然看不到 山峰到底有多高 但却能看出来 这座山峰比之前更粗了 而且 粗的还不是一点点 再就是天空中 飘荡的那些白云 数量比之前也增加了不少 这一点 林末之前就发现了 天空中这些白云的数量 和岛屿的面积 似乎是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所以 岛屿面积增加之后 白云的数量也会增加 最后是岛屿周围的海面 此时 即使林末是用意念 在俯瞰整个玉兽空间 他也已经看不到海的边缘了 不过脑中的信息告诉他 海的范围 是岛周围的160公里 这又是什么概念呢 这意味着 海洋的面积 至少是岛屿面积的四倍 比四个首都 加四个魔都还要大 呼 林末深深地吸了口气 努力平复着激动的心情 看完玉兽空间的所有变化之后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感想 逆天 他的玉兽空间 实在是太逆天了 别的不说 光是那座岛屿的面积 就已经可以说是旷古硕金了 25000多平方公里啊 他估计 把整个华夏所有 玉兽师的玉兽空间都加起来 面积也未必有他的一半大 不过相比面积的变化 他更看重的 还是玉兽空间升级后 出现的新属性 可能是因为他一次升了两级的缘故 这次新出现的属性 仍旧是两个 分别是 快速恢复 和体质强化 呼 林末再次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更加平静 然后才开始认真地了解 两个新属性的信息 首先是 快速恢复 这个顾名思义 很好理解 就是加快宠兽受伤后的 恢复速度 但需要说明的是 快速恢复 和负面状态清除 是不一样的 负面状态清除 主要针对的是 中毒 冰冻 烧灼 晕眩等 这类负面状态 而 快速恢复 针对的主要是身体受到的伤害 比如伤口 骨折 失血之类的伤势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小白中毒了 那么发挥作用的是 负面状态清除 如果小白身上被打出了一道伤口 那么发挥作用的就是 快速恢复 它能让伤口恢复的速度 明显加快 只是到底能加快多少 林末现在还无法确定 需要经过实践才能知道 然后是 体质强化 这个名字也很直观 它的作用是 潜移默化地提升宠兽的体质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 它和资质提升也是不一样的 资质提升 提升的是资质 说白了 就是提升宠兽的潜力 而 体质强化 提升的体质 是让宠兽的身体素质变得更好 资质的提升 未必能立竿见影地看到效果 可体质的提升 却能实打实增加宠兽的战斗力 同一种族 同样等级 同等天赋的两只宠兽 体质更好的 那只战斗力肯定更强 这是毋庸置疑的 很实用的两个属性 了解完新属性的详细信息之后 林墨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次觉醒的两个属性 虽然看上去 没有高速成长 血脉洗礼 等属性那么高级 可在实用性上来说 却是一点都不差 尤其是快速恢复 这对御兽师来说 用处真的是太大了 就拿今天的那只雷雨雕来说 雷雨雕身上 被小白的水刃割开了一道 七八米长的巨大伤口 这道伤口看着严重 但其实并不算麻烦 因为治疗系的御兽师 能够让伤口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 可就算伤口完全恢复了 这只雷雨雕短时间内 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因为它损失了大量的血液 失血带来的虚弱 这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的 就算服用了恢复气血的药草 同样也需要一定时间 而这个时候 快速恢复的好处 就显现出来了 它虽然也不能让失血的虚弱 立即就恢复 但却能大大缩短恢复的时间 这好处有多大 已经无需多言了 念头落下 林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然后开始考虑 他去林家要带什么见面礼 林家是千年古族 不仅有着深厚的底蕴 也有着惊人的财富 这样的家族 什么东西没见过 所以 他想要找到合适的见面礼 并不容易 而就在他正苦思冥想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 只是看到来电显示之后 他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 是洪江 显然还是军方那件事 上次洪江给他打电话 说军方让他过去一趟 但他因为要去林家 所以就让洪江 尽量帮他拖一拖时间 洪江也确实帮他拖了 因为自那之后 洪江就再没打扰过他 所以不出意外 洪江此时给他打电话 很可能是因为已经拖不住了 他想了想 还是接通了电话 洪上笑 林墨 你忙完了吗 洪江连寒暄都没有 一开口就直入主题 上面催得很紧 我这边实在是不好再拖了 洪上笑 我也知道你很为难 可是我这边 现在还是走不开 林墨无奈说道 那你还要多久 洪江问道 十天到半个月吧 林墨说道 他去林家 除了完成约定之外 可能的话 还要给林若宇 使用换骨神髓 保守估计 怎么也得十来天的时间 这么久 洪江声音里满是焦急 你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我这边真的等不了那么久 林墨想了想 说道 最快也得五天 他听出来了 洪江那边是真的急 所以 他打算改变一下流程 他可以先去林家完成约定 然后去军方那里 等军方的事情结束了 再去给林若宇使用换骨神髓 这样虽然路程上折腾一些 但确实能提前七八天的时间 五天我也等不住啊 洪江语气里满是无奈 林墨我实话跟你说吧 上面给我的期限就只有两天 两天之内 你必须要到我这里来一趟 否则 他停顿了一下 否则龙江军方这边 可能会对你使用强制手段 强制手段 林墨眉梢一条 你说的强制手段是什么意思 就是军方可能会派人 直接去把你抓过来 事到如今 洪江也不顾忌了 有什么说什么 林墨闻言 眉头皱得更紧了 洪上笑 你能不能告诉我 军方在黑雾谷里 到底发现了什么 之前洪江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问过这个问题 但当时洪江只告诉他 军方发现了一些 对华夏来说很危险的东西 但具体是什么 洪江并没有说 而从洪江现在的反应来看 这东西的危险程度 可能比他预想的还要高 这个 在你和军方汇报细节之前 我是真的不能说 洪江为难说道 可是两天之内 我真的去不了 林墨说道 我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洪江听到林墨连用了三个非常 也明白林墨不是在故意推脱 想了想说道 那这样 我去跟上面再争取一下 但是估计 最多也只能把两天时间延长到三四天 所以 你这边也稍微加快一下速度 可以吗 我只能说我尽量 林墨苦笑着说道 如果可以 他也不想让洪江为难 可问题是 去了林家之后会发生什么 他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他真的不敢打包票 行吧 那我先去争取 你保持电话畅通 我们随时联系 洪江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而林墨却是陷入了沉思 军方在黑雾谷里 到底发现了什么 难道军方真的在黑雾谷里 发现了超远距离的星际传送门 林墨思索许久之后 只想到了这一个可能 洪江之前告诉过他 华夏史学家们推测 满脚族来到蓝星的方式 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星际传送 如果军方在黑雾谷里 发现了这种东西 那对华夏来说 确实很危险 不过这只是他的猜测 事实到底如何 要等他去了才能知道 但从龙江军方的反应来看 黑雾谷里发现的东西 就算不是星际传送门 估计也是同一个重量级的东西 看来龙江军方那边 确实得尽快去才行 可是两天之内 显然不可能啊 林墨心中盘算着 他明天动身去华京 后天去林家 这就已经两天了 万一在林家有点什么事 再耽搁一下 那他四五天之内 都未必去的了 想到这里 他拿起手机 拨通了吴正忠的电话 万一红江拖不住 龙江军方是真有可能 对他使用强制手段的 他可不希望自己 在林家的时候 军方的人突然找上门来 所以 他想请吴正忠 帮他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再多等几天 林墨 电话很快接通 吴正忠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个时候打电话 是要来参加选拔了吗 抱歉吴老 还有点是没处理完 可能得过段时间才能过去 林墨说道 吴正忠说的选拔 是百国精英赛预备队员的选拔 按照之前说的日期 现在距离选拔截止 应该还有两个多月 那你打电话 是有别的事 吴正忠问道 是有点事要麻烦您 林墨快速把龙江军方那边的事情 说了一遍 我这边现在确实有很重要的事 暂时走不开 所以想看看 您这边能不能帮我拖一拖 行 知道了 我现在打电话问问 你等几分钟 吴正忠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林墨拿着手机 一边等待 一边继续开始考虑 他去林家 要带什么上门礼 林家不缺钱 也不缺资源 所以 市面上用钱能买到的东西 肯定是拿不出手的 因此 他选的礼物 最好是那种 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东西 想到这里 他开始盘点起了 他自己现有的物资储备 神兽之血十丝 九区灵身三珠 夺命丹两克 溯空十十克 化形果一克 地心灵液三百六十二滴 幻谷神髓三人份 破障草一珠 逆经药是一块 其他各类药草七十四珠 以上就是他 除了现金之外 所有的资源 其中 对林家来说 算得上比较珍贵的有 神兽之血 夺命丹 幻谷神髓 和破障草 所以他的上门礼 也就只能从这里面选了 初次上门的话 选三种应该够了吧 林墨心中自语着 开始琢磨 到底要选哪三种 首先是幻谷神髓 这个他本来就打算给林若宇使用 所以是必选的 不过 他只打算拿一份出来 当上门礼 一方面 他还要留一份给孙磊 另一方面 他还不了解林家的具体情况 尤其是不了解林若宇 在家族中的地位如何 以及他和其他族人的关系如何 他可不想他送给林若宇的东西 白白便宜了其他人 当然 如果林若宇家族和睦 兄友弟公 那自然另当谍论 然后剩下的三种之中 他觉得破障草和神兽之血 比较合适 破障草的作用 是能帮陷入瓶颈的御寿师 打破瓶颈 林家这样的家族 肯定有不少高手坐镇 而这些高手 往往年纪比较大 卡在瓶颈无法提升 是常有的事 所以破障草 对林家肯定是有吸引力的 再就是神兽之血 这是真正的 可遇不可求 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宝物 是他当初去找王者资质宠兽 朱雀 的时候 在赤眼鸟的巢穴里发现的 不过 他只打算拿出三丝来给林家 多给 对他来说 为了林若宇 把这十丝都拿出来 他也舍得 之所以只给三丝 原因和换骨神髓一样 不想白白便宜了其他人 接下来 只要再去定制几个装礼物的盒子 应该就算是万事俱备了吧 礼物选定之后 林墨心中轻松了不少 当即便起身 朝着大厦商城走了过去 定制礼物盒的店铺很多 但他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能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做好的 恐怕也就只有大厦商城了 而就在他走出茶馆的同时 电话响了起来 是吴正中 吴老 林墨连忙接通了电话 我帮你争取了一下 但这次的情况 确实非常紧急 所以 龙江军方那边 最多最多 只能给你延长到五天 吴正中说道 最迟五天之后 你必须要过去一趟 林墨眼睛微微一亮 五天应该够了 谢谢吴老 跟我就不用客气了 不过你去之前 记得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 吴正中说道 林墨微微一震 敏锐地从吴正中的这距离 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吴老 是龙江军方那边说什么了吗 这个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但你也不用多想 放心大胆地去就行 真有什么情况 及时联系我就好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不叛国叛军 清援军方 永远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吴正中说道 好 知道了 谢谢吴老 林墨点了点头 心中却隐隐地泛起了一丝不安 吴正中 应该是因为军方的纪律 很多话不能直说 但他说的这些话里 暗示意味 已经很明显了 再联想到红江之前说的 龙江军方这次让他过去 是为了让他汇报 当初和图格西姆交涉的细节 所以 他这次去龙江 很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不过随即 他就把这些念头都甩开了 一来 他深正不怕影子歪 他和图格西姆接触的过程中 从来没说过任何 对华夏不利的话 也没做过任何有损华夏的事 所以不怕汇报 二来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凌家之行 其他事在这件事面前 都得靠边站 当即 他便迈开大步 朝着大夏商城走了过去 装礼物的盒子 他必须得好好设计一下才行 第二天一早 林末便乘着清明鹤 朝华京出发了 华京是华夏的首都 位于华夏的东南方 距离清源大概有2000公里 清明鹤需要飞七个小时左右 林末坐在清明鹤背上 用意念看了看 放在预售空间里的 三个精致礼盒 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现在他真的是万事俱备 只剩去凌家了 然后他开始考虑 他接下来应该借用什么技能 虽然他已经成功晋级成了 大师及御寿师 但修炼永远不能松险 目前他已经够能借用的技能有四个 隐匿 御风 植物操控 虚空跳跃 这四个技能 除了植物操控 具有一定攻击性之外 剩下的三个 都是偏防守的 或者准确地说 他最开始选择借用技能的时候 都是以保命为前提的 无论是最开始的 隐匿 御风 还是后来的 虚空跳跃 他之所以决定先练习它们 就是因为 它们能保命 而事实上 这些技能 也确实都救过他的命 尤其是隐匿 和御风 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 保住了他的命 不过现在的他 和当初已经不一样了 成为了大师及御寿师 他的实力和当初 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最重要的是 有了 虚空跳跃 这个神迹之后 他暂时已经不需要 再考虑其他的保命技能了 如果虚空跳跃 都保不住他的话 那其他防守技能 也未必管用 所以 他现在完全可以开始 借用一些攻击类的技能了 只是他的十多只宠兽加起来 攻击类的技能有几十个 所以 他一时间有些选择困难了 论攻击威力 玄武空间系的 裂空斩 必然是最佳选择 只是空间系的技能 借用难度最大 就算他现在掌握了 借用技能的道 想要成功借用裂空斩 估计也需要不短的时间 他刚刚经历了 虚空跳跃的折磨 短时间内 实在是不想再碰空间系的技能了 然后就是 水刃 风刃 火球 木刺 地刺 等技能 这些都是直接攻击的技能 威力也都差不多 他选哪个 好像都行 再就是九尾的 附身 精神控制等精神系技能 还有博马 死亡领域 这些都是间接攻击的技能 从攻击的威力上来说 间接技能 肯定不如直接技能 可论技能的特殊效果 间接技能是 远远超过直接技能的 比如九尾的 精神控制 当初在黑骨秘境 他就是用这个技能 才轻易 从月轮口中 了解到了事情真相 最终拿到了 月轮藏匿的天才地宝 所以 到底要选哪一个 林默一时间 真的是有些纠结 要不干脆抓揪来决定 林默念头转动着 然后自己忍不住地 轻笑了一声 抓揪当然是玩笑话 以他的性格和做事方式 再怎么纠结 也不会用这种儿戏的方式 来决定 要借用什么技能 呼 深吸了一口 高空中的清新空气 他决定换个角度 来考虑技能的选择 他之前选择技能 考虑的都是技能的作用 威力这些 但这次 他打算从技能借用的 难易程度来选择 既然不知道选哪个 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练 简单的技能 练习所需的时间比较短 能让他更快地 掌握更多的技能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他再做起选择 就容易得多了 首先 所有没达到完美的技能 都可以排除了 因为他现在练习借用技能 要先观察和体悟 宠兽使用技能时 出现的种种变化 比如小白的 水刃 如果是以前 他会直接在冥想状态 开始练习借用 可现在 他首先要做的 是小白使用水刃时 周围环境中的变化 而宠兽的技能 熟练度越高 使用技能时的这种变化 就越清晰 越明了 他观察起来就越方便 所以 他的选择范围 一下子就清晰了 攻击性技能 熟练度达到了完美级 而他的几十个 宠兽技能中 符合这两条的技能有 猎空斩 水刃 锋刃 猎空爪 火球 火海 木刺 一共七个 再排除他暂时不想碰的 猎空斩 就剩下了六个 而这六个之中 火海和火球 都是火系 可以二选一 锋刃和猎空爪 也可以二选一 于是他的可选项就变成了四个 而在剩下的四个技能中 林默很容易就做出了选择 火球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 相比其他三个技能 火球的攻击范围更大 实用性也更强一些 最简单的例子 在黑夜中 火球在攻击的同时 还能起到照明的效果 还有在野外 如果没有火源的话 火球用来生火也不错 这些都是其他技能都达不到的 做出了选择之后 林默也不再纠结 当即便缓缓闭幕 意念沉入石海 让朱雀一次次做好 释放火球的准备 但却并不真的释放 按理他应该召唤出朱雀 那样观摩和体悟的时候 会更加直观 但现在他还在清明鹤背上 条件不允许 所以只能先这么连 冥想之中 时间过得飞快 下午四点 清明鹤在华京的运输站落地 与此同时 林默睁开眼睛 嘴角缓缓露出了一丝笑意 七个小时 他借用火球的准备进度 没有任何提升 但他却已经成功摸到了 借用火球的一丝头绪 当初练习借用 虚空跳跃的的时候 他是用了足足一个多月 才摸到了一点点头绪 而且 当时他还服用了提升物性的紫玉草 可现在 在没有紫玉草加持的情况下 仅仅七个小时 他就已经摸到了一点头绪 这速度 简直可以用飞来形容啊 最重要的是 这还只是他没有召唤出珠雀的速度 如果召唤出珠雀来观摩 那速度应该还能更快一些 不过很快 林默就冷静了下来 能快速地找到头绪 并不意味着能快速地提升借用进度 他借用 火球 石的修炼速度 能有多快 还是得等真正练习了才能知道 念头落下 林默这才起身朝外走去 只是在快走到运输站大门口的时候 他却不得不停了下来 因为前方的人正在排队 他上前询问了一下才知道 华金的要求比较严格 所有进出运输站的人都得接受检查 不愧是华金啊 林默心中感慨着 转身走到队伍末尾排队 不过检查的速度很快 仅仅七八分钟就轮到了他 你好 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明 负责检查的工作人员 穿着特殊的制服 态度很随和 林默点了点头 从随身背包里 拿出身份证明递了过去 麻烦再填一下这张表格 工作人员接过身份证明 又递给了林默一张表 表格的内容很简单 除了个人信息之外 重要的就两项 来华金的目的 打算在华金待多久 目的一览 林默填写的是房友 待多久 他填了七天 实际上 他最多能待五天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多填了两天 填好表 签上名字按上手印之后 他把表格递了回去 工作人员接过表格 把表格上的信息 和他的身份证明对照了一遍 确认填写无误之后 这才把身份证明还给了他 你可以过去了 欢迎来到华金 谢谢 林默收起身份证明 快步走出了运输站 大门之外 是繁华的街道 和如知的行人 看上去十分的热闹喧嚣 身为华夏的首都和政治中心 这里确实有着其他城市 难以企及的繁华 林默没有急着动身 而是在距离运输站不远处的 一家商店里 买了一份华金式的地图 然后就那么坐在店里 认真地看了起来 林家的地址他是知道的 但他觉得 在去林家之前 多了解一些华金的情况 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少他得了解一下 林家周围的情况 很快 他便在地图上 找到了林家的所在 那是一个很接近 地图中心的位置 用笔把那个位置圈了起来 他看着地图 开始记忆周围的街道 和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 但就在这时 商店老板的声音 从旁边传了过来 小兄弟 你是外地来的吧 嗯 林默点了点头 本地人怎么可能会买地图 所以对于老板猜到 他是外地人 他一点都不意外 第一次来华金吧 店老板又问 是 林默再次点了点头 那就难怪了 店老板指了指 他画在地图上的那个圈 你知道你圈的 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圈的这个地方 有什么问题吗 林默不打反问 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你圈的这个地方 在万安区 这是华金各种安全措施 最严格的一个区 一般人 想进去可不容易 商店老板说道 林默微微一正 再次看向了地图 之前看到林家在地图上靠中央的位置 他就知道 这个区域应该不一般 可他没想到 这个区域 竟然就是华金大名鼎鼎的万安区 关于万安区 华夏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华金是华夏的心脏 而万安区是华金的心脏 因为万安区是华夏顶层大佬们办公的地方 华夏所有的政策 法律 法规 几乎都是出自这里 林家能住在万安区 说明林家这个千年鼓足 在华夏的地位 可能比他之前预想的 还要高得多 他看着店老板 那如果我想去万安区的话 应该怎么办 那可就麻烦了 商店老板说道 你得先到就近的安全署 去提交申请 然后等待接受身份审查 等你通过了审查 安全署才会把你的申请 递交到上面 然后经过层层审批之后 你就能拿到一个短期的通行证 拿到通行证之后 你才有资格 向万安区的安全署递交申请 然后等这次申请通过 你就能进入万安区了 确实是很麻烦 林默听得有些头大 那这一套流程走完 大概需要多久 快的话七八天 慢的话半个月左右 店老板说道 林默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他算上今天 一共也才五天时间 可这个流程最快都要七八天 他哪怕现在申请也来不及啊 他想了想 又问道 那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比如说 加急什么的 有 店老板说道 你如果能让万安区里的人 给你出一个担保证明 或者让里面的人出来接你 那我刚说的那些流程 都可以免了 林默闻言 皱着的眉头缓缓松开了 只是眼中 却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 让人来接他 这对他来说并不难 但他原本是想突然上门 给林若宇一个惊喜的 可现在看来 这个惊喜 怕是给不了了 而且他原本的计划 是在林家附近 找一个宾馆住下 这样 明天上门比较方便 可现在看来 这个计划 怕是也得改了 他把地图推到了老板面前 麻烦你 帮我把距离万安区 最近的宾馆找出来 这家 静安宾馆 老板很熟练地 指出了一个位置 这家宾馆环境不错 费用也不算贵 大部分想进万安区 但需要等审批的人 都会住在这里 好 谢谢了 林末用笔把那个位置圈出来 然后收起地图 离开了商店 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太阳西斜 给整座城市 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余灰 让城市看上去格外的辉煌 林末辨认了一下方向 又看了看路边的路牌 然后静止朝着 静安宾馆的方向走了过去 路上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林若宇的电话 我是林宗明 电话很快接通 但传来的 却是林若宇父亲的声音 林叔叔好 林末连忙问好 虽然林宗明 一直对他很冷淡 但那都是因为 疼爱林若宇 所以他 该有的礼貌 绝不能少 少套近乎 你这个时候打电话 是不是完成不了约定 想让若宇给你求情 林宗明冷冷道 不是的叔叔 我是想告诉若宇 我已经到华京了 林末连忙说道 什么 林宗明的声音 猛地提高了八度 你到华京了 是的叔叔 林末说道 只是万安区我进不去 可能需要麻烦您派人 林末话没说完 就听到听筒里 传来了一阵 稀稀素素的杂音 然后林若宇 满是激动和欣喜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了过来 林末 你现在在哪里 我来接你 听到林若宇的声音 林末嘴角不由 露出一丝笑意 我刚从运输站出来 准备去找家宾馆住下 别住宾馆了 直接来我 林若宇话说到一半 突然被一声 很刻意的咳嗽声给打断了 与此同时 林若宇的脸上也是 不由地浮现了一抹红韵 她也突然反应过来 林末这次来 林家是正式上门 如果现在去 确实有些不合适 而且她一个女孩子 刚刚表现得那么迫切 也有些不太矜持 今天太晚了 不合适 我明天早上去 林末主动开口 化解了林若宇的尴尬 只是湾安区 我进不去 可能需要你们派人来接我一下 没问题 你找好宾馆之后 把地址发给我 我明天亲 林若宇话没说完 电话中又传来了 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随即 林宗明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小子 你别骗我 你真的到华津了 她的声音里 仍旧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明天就是她和林末 五十天约定的最后一天 林末在这个时候 来到华津 说明她的实力 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大师级 虽然这本身 就是她期待的事情 可以想到林末还不到二十岁 她就很难相信 是的叔叔 我正在去宾馆的路上 林末说道 林宗明那边沉默了几秒 然后说道 若宇去接你不合适 地址发过来 明天早晨八点 我安排人去接你 好的 谢谢叔叔 林末连忙道谢 不过电话那边的林宗明 却没有回应 然后再次传来了林若宇的声音 林末 你辛苦了 二十岁前达到大师级玉寿师 本身就已经是非常苛刻的条件了 可她父亲 又生生地把这个日期 往前提了四十天 林末所承受的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不辛苦 林末摇了摇头 倒是你 因为我受委屈了 我才不委屈 林若宇说着 突然压低了声音 林末 你老实告诉我 你真的突破到大市级了吗 她担心林末为了他 没突破大市级就跑来了 那样的话 林末明天到林家 怕是就有苦头吃了 林末轻笑了一声 怎么 你不相信我 不是 我当然相信你 林若宇连忙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相信 林末能在二十岁前达到大师级 那一定是他 可有个词叫 患得患失 林末和林家的约定 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感情发展 所以 她真的很难不担心 放心吧 我已经通过了大师级的考核 明天就给你看徽章 林末安慰说道 她了解林若宇 所以能理解她的担心 那就好 林若宇松了口气 语气也变得轻松了起来 那我们明天见 好 明天见 林末笑着挂了电话 然后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感慨 明天见 很简单的三个字 可对她和林若宇来说 想说这三个字并不容易 她从和林家定下约定的那一天起 就在期盼着有一天能说出这句话 而今天 她终于说出来了 明天见 经历了一年多的漫长分别之后 再有十几个小时 她就能见到林若宇了 林家 一个设施齐全 不知豪华的训练场中 林若宇收起电话 瞪着旁边满脸笑意的林宗明 现在你满意了 我满意什么 以后嫁给林末的 又不是我 林宗明话 虽这么说 但脸上的笑意 却是藏都藏不住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大师 急欲寿诗 只要不夭折 那绝对是前途无量 最重要的是 她调查过林末 对林末的品性也有所了解 知道林末是个方方面面 都很优秀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一个青年才俊当女婿 她怎么可能不满意 最重要的是 有这样一个女婿 她在那位信逢的老友面前 终于能大大的露一回脸了 而想到这个 她脸上的笑容 就更压不住了 看着父亲脸上的笑容 林若宇越发地生气了 现在说嫁给林末的不是你了 那你之前干嘛要给她那么大压力 她对这件事 仍旧是耿耿于怀 这个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也是为她好 林宗明说道 而且你必须得承认 我给她施压的压力 确实是有用的 否则林末未必能这么快 就成为大师及御寿师 林若宇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无言以对 因为不管林宗明 施压的压力有没有用 现在都已经说不清了 算了 不说这个了 林若宇换了话题 你明天派人接林末的时候 记得让他们态度好一点 如果谁敢欺负林末 别怪我对他们不客气 放心吧 我林家堂堂千年古足 这点代课礼仪还都没有 林宗明说道 哼 最好是这样 林若宇说完 便不再理会附近 直接转身训练去了 林宗明看着这一幕 不有无奈地摇了摇头 女大不中流啊 静安宾馆 在华津这样的地方 档次并不算太高 但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却几乎是常年处于客满的状态 林末抵达静安宾馆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本来宾馆已经没房间了 但他运气不错 正好有一个客人临时退房 于是他便住了进去 房间不大 是那种最普通的单间 条件不算很好 不过他只是在这里住一晚 而且他一向也不讲究这些 所以对此并不在意 坐在房间的椅子上 想到明天就要去林家 他心中没来由地有些紧张 不过想到明天就能见到林若宇 他的那些紧张就慢慢消灭 然后变成了强烈的期待 时隔一年多 他终于能见到他了